无根生流露锦一命,是因为他不像其他人为了正道而亡 一人之下漫画第690话已经更新 露的二重肯定没有左的厚重 但也就因为左的二重太强 想要破后而立 进入三重就需要不留守的死斗 放眼天下,都是左的朋友 哪能有人真下死守 左也不能真的来 这时候无根生来了 虽然修行时间不如左长 但是技能正好克制 露到现在恐怕只是想确定左的死 到底是不是因为三重后无路自裁了 说到底 三一的覆灭本身就是左的问题导致的 说出真相 三一门无数年悬门地跟自己给刨了 信仰破灭跟灭门无意不说 堂堂三一掌门被人上门杀了 三一怎么可能不报仇 那三一以后怎么立足 路这么多年怎么可能看不透 他激动的一部分 恐怕也是这世间唯一的一个死都机会 让自己进入三重了 作为时老之一,顶尖站立 这一辈子能再不留守 还能被其他人保命 让自己破镜的可能就这么唯一一次了 外人不可能看着他死 其实在三一下山报仇的时候 未必没有二重高境界的有机会进入三重 只是全信那些人没给而已 左进入三重的状态应该不是唯一的 他的二重过于强大了 普通的顶级二重 感受那种真正生与死之间感觉应该是可恶的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争动 逆生三重,没死哪来的生 在我看来 李慕玄的倒转是能撕开陆景的逆生的 但两人势均力敌就有点费劲 首先 李慕玄的修为是足够硬的 好歹修了百年 除非李慕玄性命修为不够用 否则跟陆景就是持平的水准 其次 李慕玄的倒转不仅是传自当年号称一绝的王耀祖 他自己天赋也是绝佳 指不定又有点什么改进 也就是说,没人知道李慕玄的底牌 目前看到的也不一定是极限 第三点 从打斗中能看出 逆生比较克制倒转 李慕玄能用倒转去影响陆景的逆生 但陆景二重也有了几十年 说不定早就超过了四重的水平 所以李慕玄弄起来费劲 但绝对不是弄不动 最后 就是最后一张图 能看出来二重的气化的原理 身体气化 也就是说 当年四重胳膊被砍下来又复原 并不是肢体再生 而是气化之后断掉又拼了回去 左若同的同理 心脏气化 被无根生的力给破坏之后重聚 就是那个效果 总体来说 目前应该是陆景站上风 属于功法克制 但两方互有底牌 陆景的人品在这 应该不会用通天路 那就看逆生还有啥底牌了 同样 李慕玄也是如此 下一话就相当精彩了 而且也是这俩老头 到底真的是不死不休 还是不死不休 还有一点就是 三一门事件结局 只能是有人突破三重得知真相 或者是找到无根生得知真相 只是打斗能到的 只是猜想没法验证 而且 三一门事件的结局 不会拖太长 因为他不是主线 所以 这次大概率会为三一门事件 划出结局 无根生以及其他人突破三重 这两点这次不可能实现 而路突破三重只有两种 一种是和李决斗中突破 一种是张楚兰使用神明灵突破 第一种突破方式 对比左和无的突破方式 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没有排面了 而且在决斗中觉醒太过俗套没意思 而第二种首先是可行 而且又有主角戏份 楚兰已经好久没精彩的戏份了 由李把张推出来 还能再丰富一下李的人设 而且张会神明灵之后肯定会暴露的 这个场面暴露很有观看效果 剧情由李嘴剑调侃推出 李推出全信这几话一直在嘴剑 也不至于太过生意 这也是一种大圆满结局了 反正我感觉这样话的话 最起码比把老陆或者老李歇死强 如果路景此时晋级三重 就能说明逆生三重并非必须找到无根生不可 那么 我就猜测当初三一门徒不顾一切找寻无根生的目的 并不单纯是为了报仇 而是跟四重成真一样 为了正道 那么 路景当年和最后一批三一门徒找到无根生 除路景外 其他人都可能是正道而亡 那时候三一和无根生之间就应该收远了 故而此时 路景和李沐玄之间都收远 也许就只剩擅闯山门 这些并非不死不休的理由了 而李沐玄也许并不知道三一跟无根生早已收缘 回来后一心求死 才有不死不休一说 而路景早就没有必杀李沐玄的理由了 至于无根生必须死是路景中了心魔的状态 可能是放大了路景人生中某一阶段最愤怒的那个点 即龙虎山是杀无根生